2019年 碑詩省雄獅獎頒獎典禮上週末在溫哥華市中心舉行 華裔導演李雲翔指導的紀錄片《求救信》獲得包括最佳紀錄片、最佳導演、最佳剪輯等六項提名 捧獲最佳編劇、最佳音效設計獎 《求救信》獲得了兩項雄獅獎 我們感到非常的榮幸 講到最下編劇 其實很多人覺得這個故事比小說、電影中虛酷的故事還精彩 而它卻是現實生活當中實際在發生的事情 雄獅獎於1998年為表彰加拿大貝詩省傑出的電影電視作品而設立 紀錄片《求救信》描述了2012年俄勒岡州的一位女士朱利凱斯 在整理他的萬聖節裝飾品時 在一個塑料墓碑包裝中發現了一封手寫的信 這封信的作者描述了中國勞教所中的酷刑和侵犯人權行為 作者孫毅在嚴密監控下用鏡頭記錄了真實生活 重現了他在勞教所的經歷及寫求救信的過程 講述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因為孫毅的勇敢和智慧 他的這封信飄洋過海到了美國 造成了很大的新聞效應 也成為中國廢除勞教制度的一個催化劑 評委對這部影片的肯定 也是他們更加認同孫毅的做法 他也認同通過這個故事 來讓更多的人們瞭解在中國發生的這場人權迫害 青藏人溫哥華記者站報導